任人唱颂 马祖慈悲 今天我们的祭会开始 请各位合掌进行花艳旅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行独宗圣 天上神谋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目为师 善用其心 例行六度 行十大愿 同修九泽 任母归缘 无量寿佛 欢迎订阅 聖火 展示 宇宙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網路大學堂來認識武士命理方面的知識 顧問今天要來談談現在是年中 年中的時候每個企業或個人都開始會來規劃明年的計劃 像企業就做五人的策略規劃 然後明年度的計劃就定下一些目標 一個方針努力的方針還有要做的重要的計劃 個人就是一生生涯的規劃 這十年我們要規劃一下 這十年每個十年要努力什麼 還有明年要努力什麼 定定一個目標一個計劃一個努力的方向方針 所以我顧問鼓勵同修就是到年底 一定要來喚醒自己內觀 自己升天的命印 還有十年的大印 還有流人印 我們寫命理就是要透過指揮來看看 然後透過姓名寫來看看 明年要注意什麼 明年的優勢是什麼 缺點是什麼 類似是什麼 能掌控制 那做一個規劃 七極必凶 所以顧問很鼓勵看命 因為顧問從小 阿嬤呢 阿嬤呢 就帶著我的八字給向命師看命 要注意怎樣怎樣 你這個小孩呢 也就是我 就可以讀大學 將來比較會有成就 要避開怎麼樣什麼什麼 這個整個生涯 一生當中要注意的重點 然後呢 郡呢 長大了 因為拜馬祖 所以每一年呢 會去問馬祖 抽個年簽 滾簽 這大年呢 持續 晚過後 就是大年出衣 過了十一點多 開廟門廟 我就會 北港馬祖廟就拔杯 抽簽 新的藝人我要注意什麼 那馬祖就出簽師 跟我就提示 那我年輕的時候 在上班 那我也就懂得 大年 大年 吃一到吃五這個時間 郡都會找一個命理師 去看看 我的流言 今年要特別留意什麼 那 來做七級避凶 再一路走來 馬祖的一個幫忙的提示 還有向命老師呢 的提醒 那因為 每年都在看命 看指揮 他媽媽自己都學會看指揮了 也會看八字 稍微懂一點 那寫了姓名寫以後呢 自己寫了 自己會看了 所以每一年我一定呢 在年中的時候 會看看自己的主委的命盤 注意自己的姓名寫 那這十年 這五年 我該注意什麼 然後新的藝人呢 我特別要小心什麼 小心什麼 那 所以 我們呢 馬祖的信徒 一定要去抽個籤 看看馬祖對我們有什麼樣的教義 那補掛嘛 就抽籤 馬祖會提示我們 那馬祖的是 可以抑制我們後福 因為他有些賢美密華 而幫我們七級避凶 那 祖會怎麼去看這樣的一個流人印呢 各位看看這一張圖 為什麼 我們呢 鼓勵來看命盤 武術命理 像祖會斗士 你把這個命盤打開一看 每一格每一格 就是十人十人十人 有人呢 第一格是 一到十三歲 一到十五歲 每個人不一樣 再來是每一個就是十年十年 十年十年 十年 那你十年十年的印在那邊 那一整張 你的命公啊 夫妻公啊 你的財婆公啊 就是你一輩子的 一輩子的先天的命印 命印 然後 那一格十年十年就是你十年的大印 那像我呢 已經過完年就六四五歲了 那我必須看這一個 我這十年六四五歲落在哪一個 那個十年 那這十年我走那個印 那明年是老虎人呢 那是衍年 那一年 那一個格 當做我的命 所以就就會看出來了 一輩子的 還有十年的 還有呢 哪一年的 當然還有哪一個夜哪一天 棍呢大概都不會講這麼細 看到哪一個夜怎麼樣 哪一天怎麼樣 因為看一顆四 人就像栽培一顆四 這個四要栽培非常的茂盛壯大 首先呢 就是先天的命運下面 在土壤以下那個羹 那個羹就是羹基 基本 就你先天的命運 你一定要注意 你要注意什麼 所以你一定要去看看主位命盤 老叔都會跟你講 你的命個性是怎麼樣 要注意什麼 那你的感情 夫妻公是怎麼樣 你的財婆公 事業公是怎麼樣 你的身體怎麼樣 有什麼缺點 有什麼優點 你那個羹扁 先天命運那個羹扁 在土壤以下你看不到的 也就是我們的羹基很重要 你的羹如果健康了 你的事倒掉了 還會再長出來 還會長出來 所以根本最重要 所以我們一生一定要看一次 自己的命盤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接下來再看十年 十年就是我們的事幹 這十年呢 我們事幹 會不會有蟲來幫我們住 那會不會人家來看我們 那會不會得什麼病 這個事也會生病的 就你事幹要顧好 這十年你要注意什麼 你要注意什麼 要做些什麼事 把十年也顧好 所以你把一輩子的 該注意的事情都知道了 要公正的 要顧好 接下來呢 就是十年事幹 顧好 那流年就是今年 那就是事業啊 那是事業去流年 那流年呢 每一年有春夏秋冬 各位知道事 春天開始漲 冬天因為掉光了開始漲 那夏天漲得很茂盛 秋天就慢慢的掉下來 冬天就沒有事業了 那冬天風很大 秋天風 冬天風很大 那秋天的颱風很厲害 夏天也有颱風 春夏秋冬 我們有一些災難 有季節的關係 我們是會茂盛 也會枯萎 那無所謂啊 因為我們事幹健康啊 我們的羹很健康 所以春夏秋冬 運的齊齊樂樂 我們都不用怕 所以每個月齊齊樂樂 季節的齊齊樂樂 只要我們把樹根固好 一輩子的固好 十年大運固好 大概都沒有問題了 那今年我們事之也固好 那事業的春夏秋冬 的變化無所謂 因為明年還會長出來 一組掉光了 台湯來了 把事業都掃光了 那我們事幹在 我們羹在明年才四肢 事業還會長出來 還是會茂盛 尤其一輩子的 一定要顧好 所以每一個人呢 來到棍這裡 看油臉 棍都會提醒他 你的根本土壤以下 該注意的地方 一定要注意 因為顧問的責任 為什麼叫顧問 顧問就是提醒你 該注意沒有注意的地方 那個土壤以下 那個根看不到了 你一定要顧好 你的羊混啊 水混啊 一定要顧好 有病一定要把它處好 把那個病根處掉 你的根顧好了 它樹幹都會長得很高 長得很好 樹幹倒了 它還經過一段時間 它還會長出來 就不用擔心 那接下來就十年大印 十年大印 就是那個四幹把它顧好 把他顧好 那你大概這十年都不會有問題啦 那四肢每年每年齊齊齊落落呢 哪一年齊齊齊落呢 今年印好明年印差 無所謂 因為你四幹好四更好 你就不怕那個颱風 你還會長出來 你勇敢的去挑戰 有住信 所以把十年顧好 那今年又看啊 今年會怎麼樣的天氣 我們又把它注意好 把它顧好 把四肢也顧好 那個葉子的 春夏秋冬會變化 會變色的 會掉了 會長出來掉了 曲曲落落的 無所謂 所以 這就是 看命理的 十年大印 流年印 還有先天一輩子 那姓名邪呢 也是一樣 你看所有的命理 都是有這樣子 姓名邪 天門帝 第一個字呢 走前面二十年 第二個字走二十一歲到四十歲 第三個字 四十一到六十 接下來再回頭 六十一到八十 你看 他也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 看一個字 那字有左右 有上下 各十年 那裡面再分 這是五年 那大概你這五年 這個十年 是走什麼樣印 那名人是老虎人 那以老虎人呢 任何人來看我的名字 就可以知道 要注意什麼 所以同樣的道理 命理 都是有講到一輩子的 還有十年了 或是二十年的 還有每一年的 留年 留年 都有所謂的基礎根本 就是一輩子的 那四幹 是十年 五年 二十年的 再來是四肢 每一年的 那每一天 每個季節 每一個夜 每一天 那些不用看了 因為那些 生下秋冬 都會變化 只要你 四肢顧好 四幹顧好 根本顧好 就沒有問題了 就沒有問題了 不然路是怎麼過 天天看命 天天看命盤 那路是怎麼過 那就變成 太依賴了 太依賴了 那姓名寫 也有這個 一輩子的 還有十年 二十年 大印 然後有 每年的留年 那姓名寫完了 也有 面相寫 有嗎 我們教過面相 可以知道嗎 有七十五部留年法 所以你的上庭呢 一到三十歲 你的中庭呢 三十一歲到五十 你的下庭呢 五十一到七十五 那七十五部留年法 每個地方 每個地方是留年 哪一年走到哪個部位 他也是有 有一輩子的 有十年的 有留年的 那現在是年底的 再回顧 企業要回顧 我們的五年策略規劃 再來看 我們的年度計畫 定定的 大家一起 定定目標 然後有個重點計畫 重點的努力方針 然後呢 目標 確定以後 大家一起努力 個人呢 也就是要拿起生涯規劃 來檢討自己 因為人底的來檢討 然後看看這一生 怎麼做自己的理想圖是什麼 夢想是什麼 然後最近的十年呢 要做什麼事 那這五年要做什麼事 然後呢 明年呢 我們要怎麼樣去做 那看看流年 所以 過年輕的時候 每一年呢 過年一定會找命理老師 到最後 看命看到最後 酒病變良醫 自己很會看命了 那我每一年 我一定會去 寶貝 說年輕 了解我自己 明年 特別要注意什麼 父母的健康 要注意什麼 小孩的關係 夫妻之間 還有 我們種福爸 要怎麼做福爸 我們四月要做什麼 外資交朋友 要注意什麼 那 投資理財 要注意什麼 都特別要去留意一下 要掌控自己的人身 命運操在我們手上 我們更要去看命 不是看命不是迷信 而是收集資料 反觀自己 上輩子我們做什麼業 欠錢要還錢 欠命要還命 欠錢要還錢 要怎麼還 知道了過期的業力 優點 欠點 再看到自己的成長 自己要往哪個方向去努力 好好的做個規劃 我們才會更成功 好 而且會更好 所以個人在上來規劃 做策略規劃 常常會講計畫 講一計畫 沒有計畫 就是在計畫失敗 你沒有計畫 就在計畫 計畫就要策劃 在策劃前要了解 收集情報 收集資料 了解自己的優缺點 那企業叫史沃特 又類似分析 我們也要了解 上輩子我們有什麼優勢 有什麼缺點 該緩的 該要的 我們都了解了 然後我們自己來規劃 出擊了人生 以上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好好做好明年的規劃 明年的計畫 看一下流連 看一下命運 不然就要到廟裡面去 跟馬子請示 明年要注意什麼 請馬子給我們指導 崔之謙 再看看 易德馬子的新六指甲指靈簽 會告訴你 告訴你各個方向 事業健康 如果去經營健康 如果經營感情 每一個簽詩都要提醒我們 知道我們要注意什麼 就好好地規劃明年 沒有計畫 就是正在計畫失敗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馬子慈悲 請大家合掌 恭請馬子 ��는 先生 把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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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子慈悲 大家好 很高興又到了我們馬子網路大學堂 聖道知識的分享 今天跟人來分享 有位同學來問 為什麼我們北港馬子要落盡 要出廟前一定要放很多的鞭炮來炸轎子 那馬子去繞盡出行 各地方的馬子也是一樣 都會放很多的鞭炮來歡迎他 來歡迎他 為什麼我們馬子文化有那個炸轎子 放鞭炮這樣的習時 為什麼要炸轎子要換鞭炮 我想今天花點時間跟各位分享 馬子的習時文化都是有根據的 都有它的道理跟活法寡言的 那一段馬子呢 好多年前就叫君一定要到五台山普壽寺 去跟孟昌老法師秦華 那我去五台山回來 就非常的深入去研究活化、活血 尤其是孟昌老法師的一些演講著作 我都會去看 那我看了以後呢 才了解到 為什麼我們馬子文化要荒奔炮 他在佛家的經典上也好像可以來解釋 各位都知道 不管是華華經、華恩經 重要的經典 當活頭要開始講話 他會出現三種略像 三種很奇特的不同的景象 那第一個他會晃光 他要從他的印堂上晃光 從他的身上每一個地位都可以晃光 照耀三千世界 第二個略像就是他會下儀 會下花儀 各種花、漂亮的花會下下來 第三種就是所謂地動 那個地會震動 六種震動會產生 這個宇宙、這個大地會有六種震動會產生 那為什麼有這些活動 活的一個現象 那個地動、花儀、還有放光 為什麼有這種活動出來 那它是有它的根氣的 它的意義是這樣子的 這個活的動 就是活頭 就顯示這種動向、這種類向 第一個它就是要布摩 布摩就是說 讓一些妖魔鬼怪會害怕、會震動 讓它害怕、叫它不要來亂 要老實一點 就是欺使這個妖魔鬼怪 所以它說法的展現這種類向 定位動、會下花儀、然後放光 這主要是讓那些妖魔鬼怪不要來亂 要老實一點 第二個它的意思就是說 讓參與法會的人 就是讓我們的北港要繞進 參加繞進的這些信徒們的心不要太散亂了 那顯這個類向 就大家注意 你的心要注意了 心要擺在這裡 第三 對於那一些不精進的人 平常不寫法 不相信馬祖的 不相信佛法的人 讓他心身警截 真的有這種意向 會警截 開始要截肢的 要來寫佛 要來跟馬祖學習的 就是選這種類向 選這種類向 當然接下來就是 第四個要告訴 所有的眾生 在哪裡說法 在哪裡有這個繞進的活動 因為你有鞭炮聲 震動、放光、下花雨 就知道那個地方在說法了 那個地方在辦那個活動了 馬祖的一些活動了 馬祖在這邊教育眾生 在什麼地方說法 接下來就是說 有NNNN就會感覺得到了 他知道這個震動 炸轎子、放鞭炮 它的意義是什麼 有六個震動 然後航阿來 內行的人 有的人就知道了 下花雨、放光 這個光就是一種溝通的語言 在掀華、在講華、講道 下花雨 就是上天仙女來慶賀、恭賀、歡迎、喜悅的意思 那個六震動剛剛有講過了 讓丫魔鬼怪不要來 讓我們警戒 有那個聲音或什麼 震動 所以懂的人就知道它的意義 因為它是有言 知道的人就是有言 就像你今天聽了 你知道了 你就是跟火有言 跟馬祖有言 你才能參加這個華會 才會來參加這個華會 才能來參加這個馬祖落盡的活動 或馬祖的一些典禮 另外最後一個一點 它就是 有這種三種類像 活的動 這種活動 這種象徵的 你可以請華 你可以來請示馬祖 你可以有寫法當中 你有什麼問題 可以來請教佛頭 請教馬祖 你也可以花怨 來祈求 所以我們參加這個遶境 我常常跟同修講 你去軟腳就可以洗驗 你要拜拜看到遶境 遶境的頂頭夠氣 馬祖的教師夠氣 你就是合掌莫導洗驗 所以活三種類像 這種 幻光 花怡 地動 就是有它的意義 有它的意義 那這裡最重要的是 六個震動 地動 有六種 那因為 在放鞭炮 炸轎子 雷跑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有六種的震動 那六個震動 第一個叫做動 動出去震動 會動動動 會搖 你知道嗎 會搖動 所以你看 鞭炮 炸炸氣 你如果在裡面站著 炸轎子旁邊 你就會發現 真的地會搖 會搖 那第二個叫騎 騎是由下而上 那個火是由下而上 那個熱度 那個煙也是由下而上 而起來 升起 這個意思 游 游就是從地下揮起來 涌到天空 你看那個煙 一層一層一層的涌到天空 你看那個影片炸架子 一層一層的涌上天空 從地下揮起來涌到天空 正 就是隱隱的出一種聲音 那叫正 好像打孟年 嗯 那種聲音 嗯 那種聲音 再來就火 火就是 花出一種火聲 火火火那種聲音 那個叫火 那再來急 就是鞭炮會打擊你 有時候人是固執的被打破了 被殺破了 互相的衝擊 那種香狀 柯狀的聲音 叫急 所以洞起勇正吼急 這個 就是六種洞 所以佛陀講道 有三種類像 晃光 花怡 最重要的是地洞 各位我參加教班會 有個台教子 那跟著北港馬祖的教子 去烙慶 參加那麼多的炮陣 你就會看到這種六棟 十八巷的感覺 所以馬祖 要出廟 要出巡 要辦一個鬧進活動 或什麼樣的典禮 只要馬祖一出來 我們都會準備很多的炮 當你一點 炮當然會放光啊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一點 那紅色的光都冒起來啊 就教主在那邊 你就隱隱隱隱隱 看到馬祖在教主裡面 晃光 花亮 然後呢 鞭炮一放 那個炮涌到上面去 然後那個炮瀉 紅色的飄瀉呢 就慢慢飄下來 那就叫花怡 等於是花 接下來那種震動 六種震動 各位剛剛形容的 你去站在那邊 去嘗試 你會感覺地在動 然後呢 那個熱氣從下而上 那個煙從下而上 感覺 然後接下來 那個煙湧起來 湧起來 然後那個聲音 嗯 悶悶的 叫震 你會感覺到 身體是穩穩震動 嗯 震動 然後接下來的 呼呼呼呼呼 那除夕的那種聲音 然後那個煙炮 會打人的 那叫撞擊 那叫急 你可以感受到 活青所講的 活頭顯示 六動的那種類像 你就完全看到了 所以 我們的馬祖 它是魯士道 所以把這個活青呢 展現出來 實踐出來 所以我們的信徒呢 就是這樣子的 歡迎馬祖出行 來說話 而我們才知道 在哪裡 馬祖在說話 在教育 我們來參加這個活動 就是 那三種類像 它的意義 意義 所以 馬祖的文化 我們就是為 換鞭炮 慶賀 因為換鞭炮 花光 華語震動 六個震動 感覺我們在參加 佛頭的華會 清明幾千幾萬年前 我們活頭 在講道的時候 我們也是在場的 這是我們馬祖文化 民間信仰的意思 所以 我們知道 這種活動 換鞭炮 我們可以去弄腳 可以去墨爾拜 然後可以喜宴 這就是馬祖的文化 馬祖的教義 以上呢 是顧問的分享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馬祖慈悲 YDM智慧禪 知識轉命 亦無所有的人 亦無所有的人 要不斷學習 累積知識 方能創造機緣 人脈 獲得財富 實現夢想 馬祖慈悲 馬祖慈悲 大家好 本週呢 亦德馬祖師 給我們同修的 智慧禪儀是 知識轉命 這個禪儀呢 讓我想到 時常有很多的人青年 來問我 人生怎麼去規劃 如何去做生涯規劃 他應該怎樣的能 來努力 才能達到自己的理想 夢想 顧問常常跟我們談 生涯規劃 有兩個重要的認知 首先呢 就是對 處地 你一生當中 如果沒有所謂的優勢 有沒有很好的父母 父母有很好的事業傳給你 父母幫你安排了一條路 你一無所有 你必須自己也擺手起家 那顧問的建議是 第一個認知 就是 關於追求知識 人脈 財富 你的處地安排 一定要正切 如果沒有所謂的背景 沒有一生寄來有財富 有很好的父母 祖先留很多的財產給你 祖印 也留很多的人脈給你 安排你的要走的路 那你自己要做規劃 要擺手起家 你首先真的要先累積知識 去追求你的專業 所以你必須自己有個理想 在某種靈異 某種目標方向 去追求這方面的知識 不斷不斷的學習 去累積知識 然後去服務社會 服務大眾 當你在服務當中很真誠 你的態度正確 你有這個知識跟能力 專業 來幫助人家解持別人的壓力 解持別人的困難 的難處 你都幫人家解持 你就會得到很好的人脈 所謂的口碑 然後人脈 人際關係 所以先追求累積知識 不斷學習 然後就能創造所謂的基因 所謂的人脈 因為你就有機會去服務別人 就有基因去解釋很多的人 那人脈就是前脈 人脈多了 你服務社會 服務的人情多了 你當然就會累積你的財富 當然 累積了財富以後 你就可以實現 你人生的一個夢想 要做什麼事 要到全世界去旅遊 怎麼樣的理想 你都可以做到 所以年輕人在深海規劃當中 在年輕的時候 趕快不斷的學習 所以你在大學裡面 千萬不要去學習什麼 投資股票來幹什麼 就馬上追求財富 因為在學校裡面 很多的師長可以讓你問 圖書館可以讓你看師 很多學習的機會 所以你要趕快把握這段時間 累積你的知識 不斷的學習 然後你才有這個專業的能力 去服務人情 建立所謂你的人脈 人脈多了 關係好了 全脈就建立了 你自然賺錢的系統 就可以建立起來 那就是知識可以去轉命 馬祖這樣給我們的禪儀 也是這個意思 另外深海規劃還有一個認知很重要 在一生當中 在主要的選擇 很多人就是所謂的當上班子 上班子就是所謂賣時間 你把時間賣給公司 然後固定的時間 上下班朝九晚五換成一個守得 那當然你要去從上班子去學習 你去累積你的知識 專業能力跟人脈 不然你就是所謂一般的小生意人 小生意人 那這個小生意人 你開店做生意 找開的時間多一點 你就賺得多一點 比如像一般的所謂的 計程車司機也是一樣 你也是在賣時間 賣勞力 那開始都是我們從事 從你開始 自由業還有上班子 那主要自由業就是小生意人 很自由 都花點時間就可以多一點的收入 我們一開始都是這樣子 可是在從事這張專業 你就是要去不斷學習 去累積事 接下來你要成為所謂的專家 從上班子 後製自由業 然後變成一個什麼專家 而專家就是賣名 有名氣 你有做他們的知識 非常的廣博 非常的深入 大家想到這個領域 就想到你 你就是非常有名的人 那你賣這個名氣 所以你的專業知識 你這個知識就可以更多的收入 所以有所謂的專家 像醫師啊 會計師啊 他這方面都是一個專家 那演員有名氣的人 他也是專家 因為他演到很有名 Style就是明星 那當然就是非常有名 他是所謂的專家 大家想到那個領域 就是想到哪一個人 就找他幫忙 大家都可以獲利 那就要專家 那當個專家以後 你要想辦法成為企業家 你要靠人來賺錢 整合一群人 來組織一個賺錢的系統 一個企業 組織來賺錢 那這是要靠人賺錢 你要如何去領導別人 這方面的知識專業能力 你要有 你就要有企業家的能力 當然企業家能力完以後 你再可以變成一個投資家 用錢賺錢 投資家 所以在深海規劃當中 一五所有的人就知道 我要先選擇當上班子 或者要選自由業 那慢慢呢 因為我們要轉型變成專家 所以專家就要靠知識的 所以你的命運都不一樣 那去社會學者的統計 這個80%的那個財富 是集中在所謂的專家 企業家 那個投資家的手上 三班族跟自由業人 只是掌控了20%的財富 可是年口市來講 三班族跟自由業 是佔了80% 可是它只能擁有20%的財富 所以你一定要知識轉命 要累積自己的知識 不斷學習 成為專家 專家 所以 張海規劃中 有兩個必須懂得練知 剛剛顧問講的 先追求知識 再追求所謂的連脈 再追求所謂的財富 那另外一個行業上 一定要從三班族後 自由業 轉換成專家 然後變企業家 然後變投資家 所以年輕人 所有人都應該有這種練知 當你並沒有擁有一些優勢 有很好的父母 家子 來幫你安排你的前途的時候 你唯一 就靠知識轉命 所以讀書上寫非常重要 在求學階段 要好好去讀書 去累積知識 就是要不斷不斷的學習 當然除了社會 更要不斷的學習 你才會從一個自由業上班族 變成專家 變成企業家 變成投資家 也就是說 你從賣時間 到賣名氣 因為你有知識能力 幫助人 大家都知道你這個人 再來靠著人來賺錢 就是企業家 然後靠著錢賺錢 這個都是我們當中要懂的 如何去轉變自己的命運 今天馬子提醒我們 知識轉變 一五所有的人 要不斷學習 累積知識 不能創造機閻人脈 才能獲得財富 實現夢想 感恩馬子 謝謝馬子 慶祝大家 謝謝大家 馬子慈悲 接下來進行的性命雙修 身心並練的道工的練習 那我們可以聆聽這個音樂 你可以靜心的靜坐下來 閉起眼睛 一起來送樂 或是站起來 跟著螢幕做的動作 一起來擺一趟導引功 清淨見活 清淨見活 到工廠 請各位 閉眼後視起禮 六字大臨見活 蓮花清淨心 蓮花清淨心 禮苦而得樂 禮苦而得樂 福露獸靈門 福露獸靈門 天上聖母 難無欲德媽祖 難無觀音菩薩 南無阿密陀佛 福露獸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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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露獸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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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